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的8月14号星期六 以前一直说巴铁 好像中国的铁哥们 但是真有了事了吧 巴基斯坦在处理事情上 给人感觉的不但谈不上巴铁 可以说是巴坏 整个事情处理的 让人感觉居心叵测 巴基斯坦的外交部部长库雷西说 上个月的巴基斯坦水坝工地的中国人的大巴 不是被自杀式的炸弹袭击吗 说这是什么人干的呢 是在阿富汗境内的巴基斯坦的塔利班 实施的此次袭击 说是得到了阿富汗国家安全局和印度 调查分析局的批准 等于说是阿富汗的现任政府和印度的现任政府 联合批准了的一次袭击 库雷西说 说巴基斯坦将促进和协助中国 惩罚这次袭击的幕后黑手 那么是谁呢 就是阿富汗的国家安全局和印度的调查分析局 对吧 什么意思呢 就是让中国跟阿富汗和印度去宣战 对不对 你说这个话说的什么意思 对不对 说他们检查完了 说得到了结论 就是说这次袭击得到了阿富汗国家安全局和印度调查局的分析和批准 说巴基斯坦将促进中国 促进中国就是什么 就是督促中国去惩罚这次袭击的幕后黑手 对不对 并且向阿富汗政府提出要求 要交出三名本次袭击的策划者 让阿富汗政府来往外交 那这意思就是阿富汗政府要负责 巴基斯坦外交部部长库雷西说 这三名策划者现在还在阿富汗境内 阿富汗政府交出来 印度外交部的发言人巴格齐说 巴基斯坦外交部部长库雷西的发言是一个荒谬的言论 是彻头彻尾的谎言 他说这是巴基斯坦恶意在诋毁印度 我觉得印度外交部出来说这个话还不错 因为你这么说最想避免中国和印度直接开战 印度要认了那直接就干起来了 对吧 巴基斯坦这么说的目的就是非常明确了 就希望中国直接向印度宣战 如果是印度调查分析局批准了 对中国公民实施的这种自查式的战略袭击的话 那就是战争行为 你明白我意思吗 就任何国家如果官方政府组织策划批准了 对其他公民的这种袭击的话 那就直接那就只宣战 那直接就开打了 巴基斯坦外交部最开始的时候说 说他们调查过了 说事件原因是机械故障造成的气体泄露 就不想让中国派调查团过去 后来是中国外交部必须说这是炸弹袭击 然后他就就认取去了 去了之后现在又推给印度 而且直接就那意思要督促中国去惩罚印度 让中国跟印度开战 当然我之前也说过 中印恐怕这几年早晚你打一仗不打难受 62年中印战争的时候老毛说了 说这一仗打完了之后 我们中印边境管30年的和平 但从62年到现在已经60年了 现在不是30年了 管了60年的和平 现在上方不再打一仗 我看未来也和平不了 估计还得再打一仗 再打一仗我估计可能又能再管个30年40年的和平 但是不打一下双方都刺养肯定是难受 巴基斯坦在里面在玩命的挑拨 中印我看开战就是个时间问题 未来几年肯定得打 反正我个人是这么一个观点 当然有的人认为打不起来 但我看来我看不是 我看中印不打一场 双方都意难平 但是巴基斯坦在里面起到的作用 非常非常地糟糕 而且巴基斯坦这个东西 我觉得他的外交部部长 不应该出来说这个东西 他应该跟中国去沟通 然后等一下 看看中国想怎么来说这个事情 我相信巴基斯坦外交部部长 扩雷西的这种说法 不是中国愿意看到的 因为这样子的话 等于让中国就下不来台 就是你现在巴基斯坦 你外交部你这么说完之后 中国是认还是不认 如果认了中国承认 觉得巴基斯坦的调查结果是正确的 就是说这一次袭击得到了 阿富汗国家安全局和印度 调查分禁局的批准 那么中国就应该对两个国家 就直接就宣战了 叫他去报复手段 对吧 如果不认 显得中国好像就是说很懦弱很无能 我要调查完了 就是印度干的 你就不敢承认 你怕跟印度打起来 所以这种 这个巴基斯坦外交部部长说的这个话 就是弄的中国认识是进退两难 怎么都难受 我不认为这个事是跟中国商量过了的 如果商量过的话 我觉得中国会有一个 我觉得更委婉的一个说法 那现在咱们看看中国政府最后怎么处理这个事 怎么巴基斯坦这么不好 从那个事能看出来完全完全不像是中国 而且是把中国搁在火上烤 我不知道中国在巴基斯坦上花了这么多钱 给了这么多好处 这么多的帮助 怎么养了这么一个白眼狼 这还听听说巴铁巴铁 这些人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